4月19日张岚直播带货非常谨慎提及儿子的事 但还是有很多网友关心 张岚就转移话题说自己是硕士毕业 并晒出自己硕士毕业时的照片 此前张岚在直播中表示自己老公就是汪小飞的亲爹 被猜测两人离婚多年又复合了 在今天的直播中张岚又提到了这件事 她表示已经分开30多年 网易请捏呢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从目前来看张岚可能跟汪小飞生父并没有复合 但是可能他们的关系也不差 因为张岚也表示前夫现在身体不好 汪小飞也很孝顺 也许早就忘了过去的恩怨过往吧 就在张岚直播的时候 还有人问说小S带孩子改嫁 张岚看到了这句话脱口而出一句 那她早晚的事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不过谁要啊 张岚对大S的态度一直都是认这个儿媳妇 也很少账面说大S不好 但是对小S非常不满 并吐槽她迟早会离婚 但是改嫁会没人要 对此你怎么看呢 那你怎么看呢 就是这样子双子翻唱了 对死了 伤手里的听话 就这么玩了 那你怎么看呢 那你怎么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